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懂得不慌不忙 心若不动 风又奈何 一个人到了一定的年纪 就慢慢变得安静 躋身在喧闹的城市 可是自己却更喜欢坐在安静的角落里 享受独处的时光 安静的人不是内心没有了烦恼 而是学会了从容应对一切 任由世界变化无常 接上人来人往都和自己无关 把自己的人生起起落落也看淡了 拥有了不以物系不以己悲的心理状态 人生在世 总会遇到很多意料之外的状况 让人感到不知所措 这时若是你越着急 结果可能会越来越乱 不慌不忙才能不被负面情绪所困扰 专注于事情本身 把事情做好 是的 真正厉害的人都懂得用一颗清闲心处事 他们于是不慌不忙 淡定自若 因为只有从容不迫 才会不纠结于过往 不烦恼于现在 不焦虑于未来 不慌不忙 是一种经历了风雨的觉悟 是一种专注当下的智慧 更是一种从容安详的境界 一 一生很长 顺其自然 世间万物都有一定的运行规律 来何去自有它的世界 既然无法提前预知 何不一边走 一边欣赏风景 让一切都慢慢来 顺其自然 并不是一味挺走命运的摆布 而是更能把握机缘 走到不造劲 不强求 从前 有位小和尚 跟着老和尚出去历练 一日 他们路过的地方蒸发洪水 但是水势并不大 两人到山顶去避险 看着山脚下的水位 又升高了一些 小和尚慌乱不已 哭着脸对的老和尚说 师父 咱们还是走吧 这里太危险了 洪水又涨了一点 老和尚摇摇头答道 山下就没有洪水了吗 不要害怕 顺其自然 小和尚没有办法 每天坐立不安 更无心饮食 老和尚只是专心念经 并未受洪水影响 三天后 洪水退去 老和尚笑着对小和尚说 三天前 你可曾想到今天洪水会退去 小和尚挠落挠头 若有所思 记住 物来则硬 去则不留 遇事不要慌 老和尚语中心长地说道 很多时候 发生的事情本身并不严重 我们的慌乱反而将它夸大 学会以不变硬万变 顺其自然 一切总会过去的 波发有云 一切随约 顺其自然 真正的智者 他们欲试不慌不忙 气定神险 故能身心清冷 一声很唱 我们不妨顺其自然 如此才能走出生活的泥沼 感知周围世界的真实和美好 二 不慌不忙 才能把事做好 人生在世 不可能事实尽如人意 一遇到困难和烦心事 就急遭不安 只会自乱阵脚 犯坏事情 诸葛亮的记子书中有言 扶君子之行 静以修身 意思就是说 德才兼卑的品行 是依靠内心安静 精力集中来修养身心的 由此可见 我们做事不宜过于浮躁 浮躁往往更容易出错 加拿大游客尼克 被一家酒店拉进黑名单 长达17年持久 然而企业 本只是一件小事 一次出差 尼克入住了酒店 他在窗边晾好了辣香肠之后 就出门跑步了 因为酒店靠近海港 美味的香肠吸引了许多海鸥前来 房间被弄得十分脏乱 等尼克跑步回来 看到此般景象 气急败坏地直接拿起自己的一只鞋子 砸向窗壁的海鸥 鞋子掉到床外 当天酒店外刚好举办了下午茶 尼克又只得在大厅广众之下 灰头秃脸地把鞋子捡了回去 结果浪费了他许多时间 再过几分钟就要赴一场约会 他匆匆忙忙跑回房间 把鞋子洗干净 接着用吹风机烘干 此时 刚好电话响起 手忙脚乱的尼克 竟然直接将吹风机塞进鞋子里 就跑去接电话 谁知 吹风机从鞋子里划了出来 掉进了洗手池 电路产生短路 给酒店造成大面积停电 曾国藩曾说 樊玉士虚安详和缓一处置 若已慌忙 边空有错 盖天下和事不从忙中错了 玉士就慌里慌张的人 难成大事 只有静下心来 不慌不忙 才能不被静语随意左右 俗话说 静能深会 急躁只会增加出错的概率 静下心来 不慌不忙 才能从容应对困难 有条不紊的解决问题 三 不慌不忙 会助理一生好运 卡夫卡在城堡中写道 努力想得到什么东西 其实只要沉着镇静 实事求是 就可以轻易地 神不知鬼不觉地达到目的 一个人沉得住气 才能激发内在的力量 不慌不忙 事情才能往好的方向发展 不急功近利 懂得后继薄发 顺势而为 做事自然能开花结果 东京诗人王羲之 在书法上面虽有天分 但年轻时 因急于求成 难以更上一层楼 有一次 他看见东汉书法家张芝写的字 十分欣赏 自愧不如 除了张芝的字 更让他钦佩的是 张芝常年累月练字的那份从容淡定 王羲之领悟道 如果我也能拥有这份不慌不忙 未必会赶不上张芝 此后二十年的时间里 王羲之戒掉脊躁 每天尽心地练习书法 每次练完后 就到家门口的水池去洗毛笔 久而久之 吃水都洗成了黑色 正是因为这份岁月中的从容不迫 王羲之最终得以成为一代书法大家 更被历代书法家推崇为书胜 正所谓 欲速则不大 路要一步一步地走 字要一笔一滑地写 不慌不忙 不必着急 找准自己的目标 一步一个脚印 没有谁的成功是一蹴而就的 所有成功的背后 都需要日积月累 慢慢沉淀的 真正的赢家都是从容的人 他们走一步是一步 从不沾前顾后 门中囚禁 水到渠成 很喜欢一句话 宠乳不惊 看亭前花开花落 为人做事 能是宠乳如花开花落般平常 才能不惊 人生需要不慌不忙 慢下脚步 才能更好地欣赏 沿途的风景 诗人泰格尔说过一段话 不要着急 最好的总会在最不经意的时候出现 纵使伤心 也不要愁眉不展 因为你不会知道 谁会爱上你的笑容 余生还长 不要慌张 长长的路 慢慢地走 往后余生 做一个不慌不忙的人 处事淡然 与事坦然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世界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 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现在 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 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林言希望大家都能怀着 最大的善意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 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 尽情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 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 而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